大家好,正前集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日本妖怪会卷》 这本书蛮有意思的,总体阅读下来的感受,内容有点像《中国的山海经》 作者是小松和彦和范苍一芝两位专家,他们是专门研究日本民俗学和文艺学的教授 不少国内朋友对日本鬼怪的认知应该是来自于《鬼灭之刃》吧 《鬼灭之刃》中的一些鬼怪的技能和出处,也能在这本书中看到一些圆形的影子 如果是对日本鬼怪感兴趣呢,可以买来看看 妖怪不一定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流传下来的故事更多是人类的想象和口口相传的作用 当这类奇幻故事被融入漫画、动画和游戏等文化中时,就变成了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和创作力 即使科技发展、技术不断的进步,鬼怪也会永远存在于人类的心中 这本书按照地形分类,依次将妖怪分为了山林、河海、聚落以及住宅里的妖怪 每个章节都列举出了十几种最有名的妖怪 并按照强度、妖力、威胁性、怪异度、知名度等五个维度 分别给予了妖怪五种等级的评价 方便读者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每个妖怪的属性 这个视频呢,我会把这本书中比较有特色的鬼怪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而且呢,有一些妖怪居然在日本和中国可是共通的呢 首先,先来讲讲山林里的妖怪 在草木繁盛的森林和深山中 许多地方终日阴暗漆黑 犹如不同于人世的异世界一般 时至今日,妖怪们依然在山林中欢闹不休 这个时候,如果你砍完柴准备回家 突然发现身后有一只大狗 那这只狗有可能就是宋犬 宋犬的故事主要流传在除了北海道、冲绳以外的日本地区 宋犬是一只会在晚上跟在人类背后的妖怪 平安回家后就会收下草鞋或食盐等气瓶返回 据说,要是受它保护的人在途中摔跤 宋犬就会吃掉跌倒的人 天黑路看不清楚,可千万不要摔跤哦 刚才说的宋犬是兽型 实际上也有不少传说中的人型妖怪 比如雪女就非常有特点 雪女是传统的日式妖怪 外表是一个没有笑容的绝世冷艳美女 身穿白色和服,生性冷酷,多居住在深山中 常常把进入雪山的男子吸引到没人的地方和她接吻 稳的同时将其完全冰冻起来 再取走她的灵魂食用 即使是冰天雪地的无人地区 也不要随便和陌生女性接吻哦 变化莫测的水岸边 总会忽然化为通往异世界的入口 从深不见底的沼泽与狂乱的大海中 妖怪们不断地涌出 这就是河道里的妖怪 金刚线流传着贡浅的故事 贡浅是栖息于海里的妖怪 据说当海女在阴天潜入海里时 她就会化身为那名海女的模样 并且微笑着将鲍鱼递给海女 如果海女收下的话 就会被贡浅拖进深海之中 看到海底有一个同样的自己 真的很可怕 看到贡浅 必须立即停工两到三日才行 即使在海底也不要随便收礼物哦 我们是龙的传人 这句话大家都不陌生 而实际上龙在日本也非常的有名气 龙是栖息在湖 海 沼泽等地 起源于中国的零售 在中国古代书籍的记载中 龙拥有骆驼头 鹿角 鬼眼 牛耳 蛇后颈 蛇身 鲤鱼鳞 鹰爪 以及老虎般的手掌 它在日本也时常被视作海神及水神 早在弥生时代吐气上 便已经会有龙的图案了 其中九头龙的故事 在日本留下了大量的传说 如果你去神奈川的香根温泉旅行 也可以去当地的九头龙神社看看 有人居住的地方就会有妖怪栖息 就算白天再怎么热闹的村子 一到夜晚就是白鬼夜行的欢闹时间 而这就是聚落里的妖怪 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五脸妖 相传曾有男子在赤板 见到一名没有五官的女性五脸妖 当他吓得躲进荞麦面殿时 赫然发现店主也是五脸妖 在宫崎骏的动画电影作品 千语千询中有一个五脸男 他是一个神秘的鬼怪 全身黑色 头戴一个白色的面具 他虽然看起来很可怕 其实心地非常的善良 而在龙斋闲人正成的狂歌百物语中的五脸妖 则长成了这样 犹如米粒般且有手脚的妖怪 此外日本传说中广为流传的 靠木和黑齿蝉也属于五脸妖的一种 很多人一定听过能伸长脖子的妖怪 在日本传说中叫露露首 也叫飞头蛮 露露首是能伸长脖子的女妖怪 也有传说她能让头颅离开身体飞行 不过大众较为熟悉的还是前者 她多半会在夜蓝人静时 舔视行灯的游灯 但并不会行恶 而每当被人发现时 几乎都无法摆脱被除掉的命运 是个外表滑稽 但下场凄惨的妖怪 最后这本书里讲述了 距离人类最近的一种妖怪 住宅里的妖怪 比如画猫的故事 据说画猫是由老猫幻化而成 猫活过十几年后 就会拥有变身成人类的本领 成为画猫 也有一种说法是认为 人类虐杀至此的猫 就会变成画猫 自古以来就流传着 画猫会吃人的说法 在歌舞剂题材中 也被广泛的应用 时常被用作演出的猫骚动机 知名度非常的高 所以对猫猫要好点哦 不要随意打骂 小心她报复你 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妖怪 叫二口女 相传有位以吝啬出门的男子 娶了个不吃饭的妻子 然而他们结婚后 家中的米却不断减少 证明男子于是在假意出门工作后 随即溜回家偷看 却发现妻子的后脑勺上 长着一张大嘴 正在大快堕移 她能用头发将米饭 送入后脑勺的口中 这个嘴巴长得比前面的嘴巴更大 可以吃下更多的东西 而平时这张嘴巴 是被头发遮盖着的 很难被发现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娶老婆不能太吝啬 以上就是我摘选的妖怪绘卷中流传下来的部分有趣的故事 同时该书也附列了大量的资料和妖怪博士小松和燕的采访文字 比如小松认为 从日本人开始使用汉字 以文字记载历史的古世纪 日本书记时代算起 最具代表性的妖怪是八旗大蛇 可能最古老的妖怪应该是蛇了 从前除了家里之外就是大自然 人类所能支配的领域十分的有限 无论是原野和山林 许多地方人类都无法掌握 因此很容易对不明就里的怪异现象感到害怕 在这层意义上 未知的恐惧才是最让人内心害怕的地方 以上就是我对这本妖怪绘卷的分享内容了 也欢迎感兴趣的小朋友留言 一起探讨下那些未知的领域